下面说 这个意思呢 问题就是说 在小道场 每天早上八点钟念佛 一天不听经 听经时间是念佛时间结束以后 居士们自己的时间听经 就是在小道场是念佛不听经 就这个意思吧 说墨学认为 共修应该听经与念佛都要有 才对 经听明白了 才能看破放下 提起信愿 再念佛求生净土 这样理解对吗 这个是这样的 在哪个道场 咱们就守哪个道场的规矩 道场的 就是负责那个通修 定的小道场的规矩 咱们要遵守 如果你认为 光念佛不听经 不太符合你的想法 那咱们可以不到这个道场去 去嘛 哪个道场符合你的想法 你就到哪个道场 不要破坏人家道场的规矩 如果这个道场规定 说只念佛不听经 你非得要又念佛又听经 就会引起矛盾的 咱们不要因为这个有矛盾 是不是念佛和听经 结合起来好 这个可以 参考昨天定红法师不讲了吗 他说这个念经和 听经和念佛 结合起来交替进行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这要看人道场 接不接受这个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次